1月23日,福建省政协12届四次会议在福州开幕,多位台湾人士列席会议。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鼓励台湾青年登陆就业创业等成为列席会议的台湾人士,在今年的两会上热议的话题。 2016年,台湾青年林志远带领一支两岸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来到福建平潭北港村,创办了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 经两岸设计师改造而成的石头错民宿,成为当地一大旅游亮点,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 2016年,林志远成为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对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的资源,他也积极引导台湾青年融入大陆,参与大陆的乡村建设。 在十四五规划中,其实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部分,其实在相见或者旅游这块领域,其实有更多的政策能够支持台湾青年落地到相见相创的领域去。 那我相信政策在深化融合之后,其实对于所有有意愿到大陆工作的青年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希望在未来能够多做一点交流。 和林志远一样,来自台湾台南的张欣怡,多年来也一直从事着福建的乡村营造工作。 来到大陆工作七年,这位台湾姑娘的足迹遍布了福建数个市县的一百多个乡村,服务了二十余个村落。 她和团队成员致力于用设计点亮乡村,让老旧的村居变成错落有致的民宿。 张欣怡告诉记者,作为实践者,乡村振兴改变的不只是环境,而是生活状态和社会氛围。 她也希望有更多两岸青年共同参与其中。 今年确实也对我们来说会有更多的发挥的机会在里面。 从人的生活品质提升到环境到产业的精致化这一块,也都是我们可以一直去参与的。 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专业去进入到这个十四五的这个蓝图里面去。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于1月2日向社会会集公布了首批225条同等待遇清单, 涵盖经济、社会、文教、便利化等四个领域,涉及文创旅游、用地需求、行业准入、医疗卫生、衣食住行、就业创业、文教交流等诸多方面。 来自台湾苗栗的陈伯瑞,2002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 8年的本硕学习经理,让陈伯瑞与大陆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 2009年,福建率先开放事业单位招收台积毕业生,他由此考取福州市皮肤病房志愿,成为福州市事业单位聘用的首位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台积医生。 真的应该要把握这样子一个好的机遇,应该要来到我们大陆来看一看,来了解,因为这边的机会非常多。 在不少与会的台湾人士看来,福建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为在敏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也将让更多台胞更坚定地扎根于此。 方方面都已经涵盖在里面的,从大机界,母级,各方面,还有人才的引路,执照的换发等等,都已经涵盖在内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得到祖国大陆经济发展是势不够堂,没有任何一个岛内势力可以去阻挡的,那我们要跟随着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思路来走。 我觉得台商未来是可以参与祖国大陆发展。